健哥 我最近准备配台新电脑 选配件的时候被电源行前搞得有点迷糊 我记得以前500瓦600瓦好像就够用了 为什么现在电源动不动就上千瓦 一千瓦的电源要是开一天这不就24度电了 电费都好几块钱了 诚诚 首先我先究竟你一个观念 一千瓦它是电源的额定功率 它是一个长时间的稳定的功率 或者你可以通俗理解 就是它能运行的最大功率 你这个硬件负载低 那么说自然电源的功率也就降了下来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大电源电费就多呢 不过因为现在这个显卡 把整个行业都拖的往前走了 像以前旗舰级别的1080Ti的显卡 250瓦的功耗就已经高功耗了 600瓦的电源 包之百倍 但是从30起先开始 这个显卡的TDP就像吹气球一样上去了 3090是350瓦 4090是450瓦 到了5090是575瓦了 多少 575瓦 那真的是小微波额 不对 你说的是最贵的信号 那我又不买那么贵的 加钱 不可能加钱的 哎 那你就小看这老黄的套路了 其实人家NV在这个行业的风口前沿 吃香的喝辣的 那肯定要带这些板卡厂家 电源厂牙 甚至说散热器厂家去风口摊喝的 从40系显卡开始呢 就是老黄就开始强推12伏 HIGH POWER的标准 现在又成了12伏的2x6的标准 哎 剑哥 你这一串东西我都听回来 你就告诉我呗 这两个东西有区别吗 那旧电源影响我插新卡吗 这个标准啊 虽然是恩惠在意 其实上是英特尔去主推的 简单说 就是12伏2x6和旧版的12伏HIGH POWER 它在外观上是几乎相同的 就是改了一些端子的长度 你的接口没有插到底的话 它就不去上电 保证一个安全插紧 防止接口烧毁 那你买的老的12伏HIGH POWER的这个电源 仍然可以和12伏2x6的这个线材去通用 70以上的显卡就必须要使用这个新的接口了 你不想买这个大的电源不要紧 但是你总去买一个能接支持新接口的这个电源吧 嗯 剑哥 你不要以为我听不出这个话 70以上强制新接口 那我每代都买60不就好啦 哎 或许呢 你对于显卡的性能要求非常的克制 但是DIY主机啊 它存在一个理由 就是说能选到70 80 90 这个光画质的诱惑力 懂的都懂 否则啊 纯粹的算经济上的话 那有些人可能就直接去买PS5了 毕竟console平台还常常有个游戏会比PC发售更早的这个优势呢 好吧好吧 那就算我要买5070了 不也只是接口变了吗 你别想套路 嗯 这里是制造业大国肯定会有人去做这个转接线的嘛 哎呀 陈陈 果然这个接触电脑配件多了 转接线都让你想到了 确实啊 这个转接线啊 甚至你都可以不用自己买 所有使用新的这个16PIN接口的显卡 它都会负责一根转接线的 然后根据原来显卡的功耗 可能是四个8PIN转16PIN的 可能是三个8PIN转16PIN的 甚至也可能是两个8PIN转出来的16PIN 嗯 我就说嘛 一个接头就想让我多花钱 但是呢 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 就是很多人总想着用旧电源去配一个转接线 强行去上新显卡啊 看似省钱 但是有可能是在玩火的 就要知道就是高端显卡它的TGP的提高 就是你对显卡的功耗的认识啊 也得跟着上去 显卡工作时这个功耗 它不是一条直线 而像这个过山车一样的 它上上下下的比这个游戏还要刺激呢 就是说甚至可能会达到平均功耗的两倍左右 那除了最高的这个尖峰功耗之外呢 像这种持续时间达到几毫秒的一个高位功耗呢 其实对于电源来说啊 也是一个不小的考虑 嗯 听着呢 是那么回事 你再多吹个5块钱的 看看能不能说服我吧 好好好 就如果说这个整机的功耗 被显卡突然出来多的这个波动的风静功耗给拉高了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电源的不稳定 或者说就是超过电源的功率保护这个预值啊 就会导致电源去自动关机 你的排位赛就跟着屏幕一黑啊 这个时候除了你的对手啊 应该没有人能够笑得出来 我们平时不管是烤机还是打游戏的 那软件显示的功耗 它都是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功耗 那这些常规手段 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测出显卡的顺势功耗 那这些转顺及时的高功耗呢 它只能去通过试播器才可以抓到 哦 那意思是显卡有峰值功耗 那我去测不出来 那这让我怎么买电源嘛 要不说你不太去懂这个老黄的套路呢 显卡的峰值功耗你测不出来 但是他们芯片厂家肯定是有办法的 就他们就一起出了一个电源的规范啊 就是说ATX3.0、3.1 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峰值功耗的问题 就是电源厂上新出的型号呢 只要呢这是ATX3.0、3.1 同时呢瓦数它也不小于这个显卡的推电瓦数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用了 哦 那健哥 ATX3.0和3.1又有啥区别 我听说好像3.1好像有人说还降级了 哎 这个又是网上那些营销号的东西 看多了吧 其实啊 3.0和3.1最大的区别 就是前面提到的 是那个显卡的供电接口 从12伏HIPOWER 变成了12伏2×6 另外呢对于电源的掉电保持时间 有所宽宽 就是有满载17毫秒 降低为满载12毫秒 就推电80%负载是17毫秒 不过这个并不代表说新标准就是一种降规 实际的掉电保持的时间 是以具体产品的规格设计与测试数据为依据 而不是单纯的去根据这个标准去进行判断 同时呢为了避免用户去混淆这个标准呢 Intel最新的规范名门已经改成了ATX3 哦 原来是这样 新规范对新型号 现在要买个电源真是要了解不啥 嗯 我看健哥你比我懂得多了 那你就给我推荐几个型号呗 哎 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老白大厂 郑华了解一下 这次送来的两只ATX3.1的型号呢 给我们评价一下 首先是这个高性价比的 哎 卓琳系列 哎 我们手里的这个是P850 顾名思义它是850瓦的白金盘的 它采用是全日系的这个电容 是支持风向启停的 首发价格只要599元 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大家说考虑价格的保修就只有5年了 嗯 理解万岁 卓琳的这个P850的电源 是一个全模组的设计 它你看它14厘米的长度 其实是对于现在紧凑型的装机是更加友好的 搭载的是一个12厘米的FDB的轴纯的经营风扇 有一个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ECO的智能温控的开关 开启之后就可以根据主机当前的负载 以及电源温度的高低去智能调节 它这个风扇的运转状态 它通过的是Cybernetics的白金盐诊 标注是在230伏下 91-93%的转换率 它没有用我们常见的80Plus 听说是80Plus现在认证费用太贵了 据说是要6000美金左右 Cybernetics大概就是2000到3000美金 同时Cybernetics对于80Plus认证测试的范围 要更广一些 转换率更强一些 这也是现在很多电源厂家去选择Cybernetics的原因 而且Cybernetics它是跟欧洲的专家更受欧洲的认可 卓琳的这个P850的电源标 它是写的是支持ATX3.1 按照这个标准是可以称赞 200%的电源顺时的峰值的输出 与显卡300%的顺时的峰值输出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接口 就是说除了一个这边主板的24P呢 还有5个CPU跟显卡的PCIe的8Pin接口 还有一个这个电源的12V2x6接口 还有4个SATA接口 模组线给了2个CPU 2个PCIe 2个SATA 插满线其实它就会空了一个CPU的8Pin 和空了2个SATA接口 你要是CPU的功耗不太高 强行去带到5090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呀 健哥这个听起来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全日系电容850W白金才599元 不过现在电源动不动就是8年10年保呢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高端型号来推荐给我呢 如果说你希望10年保持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正华的Lytics PE 1000W 这是一个额定1000W的白金电源 当然也是Cybernetics的标准 这款白金电源它是源自于Lytics 3系列里面的 白金的进阶款 也是Lytics系列里面的入门的白金电源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如果说你想要一些更高性能或者用力要配置 你就可以去选择他们的Lytics 7系列 或者说Lytics T系列 这款电源你看它是配的一种很柔软的压纹线 静音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其实它对于装机来说就更加友好 你试一试看看这个线 再比比卓琳的线 是不是更软一些 确实 这种柔软的压纹线 就是说理线起来它会比更加方便一些 这个PE1000瓦的价格是969元 十年之保 一块钱一瓦 整个系列有850瓦 1000瓦 1300瓦 三个功率型号 PE1000是振华的原厂工程师 亲自设计的 亲自把关的 用料也会更加舍了一点 同时配备了高颈的14厘米的风扇 提供了强劲的三热 不过就是你看它这个长度就会来到了15厘米 对比于这个紧凑型的卓琳P850 这个介绍性就要差一些了 陈陈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两款电源的长度 确实这个PE1000好像要长出来这一段 再来看一下这个接口 像除了主板的24P以外 它还给了六组的CPU和PCIe的8PIN 给了一个显卡的12V2x6的接口 还有四组的3D接口 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口 它是盖起来的 同样它给了两组的CPU8PIN的供电线 和两组的PCIe8PIN的供电线 其中的一个显卡它是给了一个1.2的 两组的3D供电线 也是没有去插满这个电源的接口 程程你可以一步到位 直接来这个PE1000网 这个你去带5090也是没有问题的 健哥你这推荐的也太好了 不过我还没有想好买什么显卡 不过这两个电源都很好 现在它就是我的了 拿来吧你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 让你是会选择振华这两款 白金的性价比型号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们不要点小伙子 点赞因为我们是全YouTuber 你们点赞动物非常重要 我记得点赞哦 我想要来更多电脑资计划 可以关注我们新移动号 潮岸国CF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给两个店铺店铺 潮岸国的数码 这是潮岸客 我是健哥 我是晨晨 我们下次见 拜拜